当地时间2月7日 中国国家文物局宣布 流失海外40年前的青铜锂漆风行书轨 从美国回归祖国 风行书轨于1978年 在陕西省一处青铜器叫藏出土 通高18公分 口径21公分 附身12公分 重6公斤 精美的制作工艺 反映了西州青铜器高超的铸造水平 轨底著有18字名文 风行书 作博基尊轨 及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1984年11月 风行书轨被盗 去年1月 中国国家文物局获悉 风行书轨现身美国纽约 便立即启动流失文物追索程序 同时与持有人沟通 持有人同意无条件将文物归还给中国 上个月22日 中国国家文物局合筑旧金山总领馆 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斯举办了归还仪式 28日 在专人护送下 风行书轨飞抵北京回到中国 他所探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